大家好朋友们 11月2号礼拜二 20点07分啊 有一个年轻人吧 来自南方某一个省份啊 就不具体说哪个省份的了啊 尽量保护他们的隐私啊 说侃爷真的打扰您了啊 这谈不上啊 没事你们打扰我我高兴 是吧 咱们这个互动非常的良性 非常的好啊 我现在已经对中国吧 已经失去信心了 办事不公 到处都是 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吃完饭 坐夜班车回家 坐车途中呢 不慎将银行卡和公交卡弄丢了 当时已经是半夜 人也很累 所以到了第二天 我报警想处理这件事 结果让我大跌眼镜 有一通陌生电话打给我 里边的人自称是某某某派出所的 应该是警察 说话非常的蛮横 我说了很清楚 丢的是哪一班的公交车 还有时间 他既不处理又不搭理 还不去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 还要说这件事 要我自己到银行处理 最后我心灰气 心灰意冷的去了银行 真的 有时到派出所去办事 还得给警察塞钱 他才可以办事 这种类似的事 不止发生在我身上 我小区有好几名带小孩的家长 去菜市场买菜 手机被偷 菜市场人多的地儿 一定有小偷 小偷就吃那一片 是吧 我举个例子吧 不知道您那个省啊 应该也大同小异 四川省成都市火车站 那边归铁路警察馆 那个火车站经常有人偷东西 后来发现整个那个派出所 养着那些小偷 当然了 反过来小偷也养着那些警察 比如说偷乘客东西 在成都火车站范围内 被乘客发现了 乘客把这小偷 可能还有几个热心的陌生人吧 过路的啊 给这小偷扭送到派出所 你前脚给送进去 没过一会儿人就放了 每年 这都是黑社会 这小偷也是有帮会组织的 他们都吃着一片 跟警察是分钱的关系 知道吗 这是真事啊 四川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事啊 还有很多年前 北京火车站 北京站 每年到春节的时候 就逮起来几个导票的票贩子 所谓的黄牛 那都是没拖的 那都是没事没力的 那都是打野神的 跑单帮的 那都是不入流的 对吧 那真正的那个大咖 那都分啊 那北京站那个 呃 那个那个黄牛 那个捣腾票的 那票从哪捣腾出来的呀 跟那售票车间 那车间主任 卖票的 那售票大厅有没有关系啊 那个火车站的派出所 他不得打点呀 你想什么呢 是吧 全是这个 哎呀 是不是 说你这小区啊 带小孩的 你带着小孩 你就得牵着孩子吧 那你的你的手机啊 你的钱包 有时候你就顾不上了 对吧 中国人说了 过日子过的是人 对吧 你就得保着自己的小孩 这时候你注意力在孩子身上 你当然就容易被人偷东西 对不对 然后派出所也不管这些事啊 他当然不管了 他都拿好处了 他能管吗 还要以各种理由推脱 好在有些家长用的是iPhone 还可以显示最后的位置 好歹有机会找到 要是国产手机的话 那就没戏了啊 一般的国产手机 破解账户锁 相对于苹果手机会简单的多 对啊 人家苹果还是对用户 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哎呀 中国呀 就天下乌鸦一般黑 哎 这个一等警察防暴队 吃喝嫖赌全都会 二等警察交通队 站在马路边上吃社会